1958年,曾参与制造世界上第一颗核弹的物理学家 威廉·辛普·博森 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款公认的电子游戏 双人网球 这是一个在试播器上显示模拟网球的游戏 它搭配两个合照控制器 让两名玩家通过摇杆 去控制里面球的角度 来回越过网球进行比赛 但制作这款游戏的初衷 却不是为了娱乐 而是因为星级博森 当时正在研究二级款CRT显示技术 这款游戏便是为了更好地展现它们的实验成果 可以说,电子游戏诞生的奇迹 便是显示器技术的革新 还记得小时候玩小霸王游戏用过的大头电视吗 它们被称为阴极射线管或者CRT电视 它们由一支电子枪组成 电子枪的工作原理 是将电子发射到由数百万个微小的蓝色、绿色和红色连化点组成的列征中 光束会一排一排的水平发射 当小光点被光束击中时 它们就会发光 当电子枪发射得足够快时 就可以形成一个运动图像的错觉 但是CRT电视的缺陷有很多 体积过于庞大和笨重 影响美观 而且还容易遭到雷击 所以小时候一到下雨天 就不敢玩游戏 马上就得把电视关了 其实早在1968年 海尔·麦耶就发明了第一块液晶显示面板 只是到了2008年 国内才在各地建设多条LCD生产线 液晶屏幕才在国内兴起成为主流 随着显示器技术的飞速提升 自然也让高画质游戏有了展现的舞台 近几年 液晶屏技术又迎来了一次革新 Mini LED显示技术 成为了显示领域的核心载道 Mini LED所让体积更小 颗粒更小 显示效果更加细腻 亮度 色彩饱和度和对比度更高 我也一直很想体验一下 用Mini LED显示屏玩游戏的感觉 但是我家的液晶显示屏 已经有些碎数了 因为没有HDMI接口 很多游戏主机都无法直接连接 一直以来 我都是连接电脑屏幕来玩的 如果躺在沙发上玩 视野就很迷你 尤其是玩恐怖游戏 根本找不到害怕的感觉吧 所以我的游戏体验感并不算很好 也琢磨着买单新电视 而就在最近 一名在三星工作的朋友 很给力地借给我两台 三星最新的游戏电视产品 QN85B和Q70B 让我抢先体验一番 再决定要不要入手 这两台游戏电视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很美观 薄薄的机身干净利朗 棱角分明 可以融入到各种居家环境中 虽然都是75寸的大电视 但屏幕厚度却不到1.5厘米 可以连接多台主机 这就很方便了 直接在电视上 就可以进行选择 其中一个连接设备 而且电视还有专门的游戏模式 优化设置 减少运动模糊和光晕现象 用这个大电视来玩恐怖游戏 岂不是很带感 我已经等不及进入恐怖游戏里 感受一下游戏电视 带来的沉浸感了 Phobia这款游戏 一开始就将我扔进了 一家豪华旅馆的地板上 摸一下头 手上还沾了些 看样子是失忆了 环固四周 看看有没有什么 值得调查东西吧 不得不说 在三星游戏电视的 真4K分辨率 120赫兹高增率显示下 游戏画面看起来是真丝滑 桌子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上面应该有一些 可用的信息 通过阅读得知 原来我在网上 遇到了一位女网友 女网友告诉我 这家旅馆发生了灵异事件 可是当我前来调查 女网友却失联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离开这里 不过房间的门都会锁住了 而且地上有个上锁的箱子 衣柜也有一个电子密码锁 看来得先想办法打开它们 很快 我发现书桌上 有一个造型怪异的金属片 切换到一定角度后 包片上隐约刻着三个数字 刚好地上的箱子 也是三位数密码 那么金属片上的数字 肯定就是箱子密码 打开箱子 有救了 里面有一把钥匙 用它打开门 我去 怎么是一间浴室 这环境真够脏乱差的 我在洗漱台上 拿到了一个相机镜头 还在地上得到了 衣柜密码锁的密码 来到衣柜输入这串密码后 得到里面的相机机身 本以为这两个东西是废物 网友却留了一张纸条 神秘兮兮地告诉我 我在旅行中发现了 一个特殊的相机镜头 应该可以让你 连接到不同的显示 可以用它看到 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真有这么神奇啊 于是我将信将义地 把零部件组合在一起 就在打开相机时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仿佛房间连通了 某个次元币 来到了冥界 电闪雷银中 一个小女孩的身体 若有若现 好在这一切又很快平息了 这家酒店 果然是真的闹鬼了 可当我返回客厅时 却发现 这另一扇门锁竟然 自动打开了 谢谢你 女鬼 于是我开始继续绑挽 这个相机 它能够帮助我看到 很多肉眼无法看到的东西 原本光秃秃的墙壁 会浮现出一连串的 黄金分割线 地上的杂物 堆变成了一扇扇床 桌子上有很多雕塑 就像是一间美术生的宿舍 最诡异的是 另一个房间厕所墙上写着 相机连接不同的事件 当打开相机后 就会看见 这面墙竟然有一个洞 可以直接穿过去 接着我发现 旅馆楼下的走廊 已经崩塌了 想要下楼 就只能修好这座电梯 来到电梯旁边的房间 好在有三星游戏电视的 动态黑色均衡技术 让我很轻松地 在黑暗中发现了 内六角扳手和电路元件 用内六角扳手拧开螺丝 放置电路元件 可是现在整个电路板的 线路是混乱的 得重新整理顺序 面对这种秘密 只要找到线路的起始位置 从起始位置开始整理 就可以轻松化解 修复好电路板 电梯成功打开了 本以为我可以轻松离开旅馆 可一进去我就傻眼了 电梯按钮上只有五楼六楼 其他楼层不能按 想去对应楼层 必须放上对应的数字按钮 我在电机的垃圾堆里 找到了七楼的按钮 放上去后 现在也只能到七楼看看 七楼是一间富士楼 套上街街 依靠在夹层的干尸 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想必这层楼盘中 还有某种可怕的现象 继续向上走去 一具干尸竟然复活了 张艺还舞爪地夺步靠近我 还好我偶然发现 一旁的轮椅上 竟然有一把手枪 小盒子里还装着一枚白色枪鞋 赶紧装上子弹 扭转僵尸 就这 几箱就给干掉了 这干尸也太入我了吧 将白色棋子放到棋盘上 机关盒子打开 里面是一把S6房间钥匙 这扇房间 又会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呢 乘坐电机反回五楼 干尸大军们竟然全复活了 好在我有枪在手 这帮经验宝宝全被我干掉了 顺利来到S6房间 在7K的房间中细细打量 我发现了地上的一层按钮 这次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什么鬼东西 怪物左手肿得出息 嘴里插着管子 背着一堆电精管 看来那一晚 星奇德和厄加德都喝多了 我连忙射了几枪 可是怪物根本感受不到痛楚 就在我绝望之际 怪物突然摔倒 好机会 连忙跑路 成功甩开怪物了 进入电梯 按下一楼 或许主角之后还会遇到更大的危机 但是由于游戏目前只有demo 所以到这里就结束了 今天的简单试玩体验 三星游戏电视给我带来的感觉确实不错 HDR10加自适应显示技术 可以通过传感器 收集环境光的信息 这项技术能够利用AI智能引擎进行分析 实时优化亮度 对比度 在全天不同环境光下 能够还原作者意图的理想画面 明艳多彩 活灵活现 而进入一些杂物密集的场景时 因为有了FreeSync技术 大幅缩短输入延迟 没有画面的撕裂和卡顿 游戏运行更加稳定 这种过去电竞显示屏才有的功能 既然来到了大屏电视上 我由以前的电脑显示器对比了一下 一进入黑的地方 就很难发现暗处的敌人和物品 而这两台三星游戏电视 不光有更广的色域 还支持动态黑色均衡 这项创新技术 利用AI量子点处理器 通过分析游戏中的黑暗场景 并侦测目标 提供清晰的画面细节 在进入黑暗场景时 可以更轻松发现隐藏在暗处的敌人和物品 怪不得啊 我说我以前玩解密游戏 怎么老是卡顿 看来真是小看了屏幕的周描镜 这两台电视用来玩游戏都很不错 如果你常玩各种3A大作 那么推荐用这台Q70D 不过QN85B还有一个额外的强项 自带杜比全景声的音响 呈现出动态的声音效果 有更真实的游远即进的音效 刚刚玩游戏的时候 场景变换时的音效还让我起了鸡皮疙瘩 如果你追求游戏沉浸感 预算出土 那么更高级的QN85B比较适合你 值得一提的是 电视的遥控器也很环保实用 除了可以用Type-C充电线充电外 背面还别去降薪的设计了一个太阳能充电板 平时放在家里晒太阳 遥控器就自动收买了电 不用再担心遥控器没电 家里又恰好没有干电式的尴尬情况 说到杜比全景声 如果再配合一台Q700B Thunderbar 那真的是极致的享受了 无需信号线 就可以实现后置扬声器 与回音币调形音像的立体环绕效果 层次感很强 而且Q700B Thunderbar也有游戏模式 增强场景音效 咱们可以听一下效果 Q700B加上Thunderbar 可以得到杜比全景声 而Q700B虽然自带杜比全景声 但再搭配上Thunderbar 那就是双倍的效果了 这三款产品 真的很适合喜欢用电视玩游戏的主机打 正值618活动还有优惠 如果你准备在今年进入4K120Hz低延迟 高帧率的次时代游戏时代 那么把他们搬进家里 绝对是不二之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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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